哈囉大家我是Tim 今天呢我想要來破解Youtuber的綜藝字卡 然後順便教大家 然後之後呢也會送大家這個模板 那就讓我們話不多說讓我們繼續開下去囉 好 我們先打開Premium 然後第一個呢我們先以愛麗莎社來做示範 好 找到Fail呢 New 然後選Lexy Title就是舊版標題 然後點選OK 然後呢接下來選擇字體文字符號 然後打上你要字 然後拉到適合大小 然後接著呢再把字體改成思源送體 然後顏色部分就選擇白色 好 接下來呢選擇陰影 然後用滴管滴取顏色 周圍的顏色 然後調整它的擴散 然後還有透明度 然後還有它的大小 透明度再調整一下 它外面的顏色有點跑掉 它滴管有時候會滴不到正確顏色 所以再做一些微調 然後再稍微調整一下 好 這樣就完成了 然後第二個一樣是愛麗莎莎的 然後步驟一樣 選擇字體 打上你也要字 然後把字改成基軟體 然後接著用滴管選取黃色 然後按外邊 然後先選擇那邊 然後先選取深度 然後選取顏色 然後調整角度 然後調整角度 然後接著呢 陰影的部分 選擇距離 大小 角度 然後這樣就完成了 然後記得選擇一下 就是把它間距調一下 就完成了 然後接著第三款 就是它營業中的 然後步驟一樣 好 然後它也是基軟體 所以就選擇字體 然後打字 選取基軟體 然後調整一下傾斜度 用滴管選取它的顏色 然後加上外邊框 然後滴管選取它的綠色 然後調整一下大小 然後再加一個外邊形 然後後面還有一層 然後選擇深度 然後調整一下角度 就是左下的地方 然後選取綠色 好 這樣就完成了 然後最後再調整一下間距就OK了 好 再小調一下 好 接下來第四款一樣 好 接下來第四款一樣 就是跟上一款一樣是基軟體 所以我們就直接複製 好 然後用滴管 滴矩綠色 然後外邊形 滴矩白色 好 然後我們在外邊的那個 深度那邊 外邊框底的深度 然後陰影的部分 我們調一下角度 然後就OK了 然後就OK了 好 接下來第五款用的是小無的字卡 然後步驟一樣 Lexy title 點開 選去字 然後選4元送體 然後在Fill那邊選擇漸層 然後在Fill那邊選擇漸層 然後第一個呢 就選擇左上的顏色 OK 然後第二個就選擇 右下的顏色 先調一下角度 然後選一下SHIN 就是漸層 然後選擇Size 然後拉一下 然後調整一下角度 接著選外邊框 然後選深度 然後調整一下角度 調整一下大小 黑色的部分 好 最後選擇那個Shadow 的部分 就是陰影 然後擴散 然後透明度 跟大小 然後呢我們再補一下就是它中間就是外邊框的部分有一層白色的 所以我們R-A的 變成白色 這樣就OK了 好 接下來第六款 是卡特的 一樣 步驟 Lexy title 選擇它的圓形 橢圓 好 然後選擇D管 D去粉紅色 接著加外邊框 然後一樣 顏色調一下 調成白色 然後調成大小 然後再加一層外邊框 然後再加一層外邊框 它的深度 所以我們低去粉紅色 然後調整成深度 然後調成尺寸跟角度 好 接下來在那個SOLID這邊改成漸層 對 然後第一個改成白色 對 然後第一個改成白色的線 對 好 接下來調整角度 然後跟重複次數 我們再小修一下 然後我們再加一下最外框 然後調整邊框 吸去顏色 然後調整大小 好 接下來第七款 就是淺淺的 這個相對簡單 一樣步驟 然後選取字體 然後這個是 我先用激染體做示範 好 然後選取顏色 然後開陰影 然後選取紅色的陰影 然後呢 接下來用大小 透明度 然後再調整一下距離 然後再調整一下距離 最後調整一下 就OK了 接下來第八款 是江老師的 然後步驟一樣 然後我們就打上我們要字 接著選取思源送體 然後拿來顏色 低曲黃色 然後用外邊框 然後選擇深度 然後選低曲黃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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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調整一下大小跟角度 這樣就OK了 然後接下來第九款 一樣是江老師的 步驟一樣 然後再調整一下 10元送體 然後選去白色 好 接下來選擇 Inner Stocks 然後選去裡面的黃褐色 然後調整一下大小 好 接著做外邊框 低管 然後選舉黃色 尺寸調一下 好 接下來調一下內裡的顏色 大概會跑掉 顯示不出來 然後接下來做外邊框 然後選擇深度 用低管選擇最外邊的顏色 然後調整一下大小 然後調整一下大小 跟角度 好 最後吸取最外面的陰影 然後調整一下擴散 然後透明度 然後還有角度 然後大小 然後大小調整一下 然後大小調整一下就OK了 好 接下來第十款 最後一款 也是江老師的 步驟一樣 然後我們改成 試驗送體 然後低管 低血黃色 然後呢 打開遜 就是反攻 然後選取角度 然後呢 size把它拉大 然後透明度調一下 接下來加外邊框 然後選取深度 然後選取角度 然後低血黃色 然後修整一下大小跟角度就OK了 好 這樣就完成了 好 這樣就完成了 那以上就是今天做的十個送音字卡 然後我也會把這十個字卡做成Style檔 然後如果你有Premiere的話就可以直接領取 然後下載直接用在你的project裡面這樣 對 然後但是我是有些是有買字體的 所以 如果 就是如果你沒有相對應的字體 你就會跑字 所以 你就用你自己的 就是自己有的字體就好 這樣 然後詳細的領取方式 我會在底下 就是 資訊欄那邊告訴大家 那 只要 完成的話 照著做的話 就可以領到相對應的字卡的檔案這樣 好 那如果喜歡的話 別忘記按成 訂閱分享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一下 TERA 就是 你們